五杰香那古堂新建工程起绝战错作业已经在112年年底完成 已经起绝战错约2450位的先祖 工所将在3月30号上午8点半到下午3点 在五杰香第一公墓战错区 举行已经进行战错先祖的清明春季感恩祈福法会 将由乡长以及乡民代表会主席亲自主持 现场除了法师送金之外 也将准备鲜花、蔬果以及各式的贡品 来进行祭拜 我们五杰香说你3月30 让我们成功做法会 我们现在四月左右 我们就可能会正式发包来认贡公共公元化 希望我们的贡金多多跟我们支持配合 让我们这个清明过得更平安 更快乐 也做一个亲自的一个 祝祖圣中追缘的行为 厢长表示目前纳谷堂的预定地整地作业已经接近尾声 预计4月就可以发包动工新建纳谷堂 总经费概括需要2亿4千万元 供期为17个月 公所将研理自治条例 鼓励先人来进纳谷塔并提供优惠措施等等 我们在旧台的当天后 我们完成17个月 17个月我们就正式来完成 完成17个月中 我们要继续公所要继续提出自治条例 自治条例 来给代表会来胜过 这个代表会来胜过后 可能我们有一个部分 我们在这里先给行政报告 我们同期也做一项宣讨来做打折 来支持我们大家新的纳谷堂来使用 让我们行政減轻 这个贵用的这个压力 尤其现在经济比较好 景气比较差 我想大家都在生活有更厚一项 我们工作这部分 已经和主席都在做相当的压调 希望将来会用上来做大的打折 希望大家来支持 我们的公务公元化 把纳谷堂来给我们做国家好的 更成余的这个祖先的一项新厨来打 五节纳谷堂完成之后 将提供两万一千个塔位 包含有家族、夫妻、个人室塔位 以及排位区 以提供乡亲一个优质的纳谷空间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